靠近求助 他等一下還會這樣打來 這名女子申請驚慌失措 緊張的向遠景求救 因為他遭到網友的恐嚇 可是他 他床真的給我 我看一下 今年23歲 代姓女子從事和關的工作 他表示在抖音上 認識一名自稱是酒店公關的男子 雙方加LINE 想他勝歡後 約在台中市西區的 一間超商見面 因為他因為我出來吃飯 對 他是 我想說就是吃飯 沒想到女子抵達後不見人 以對方稱從事八大 外出需要和經理確認 詐騙集團拿到女子手機號碼後 打來說要查看女子的銀行帳戶 來確認是否為警察 他突然講說他的親密 要給我確認什麼 對 直接電話 對 代姓女子不聽從對方指示 沒想到收到恐嚇照 要求她購買遊戲點數 女子趕緊報警求助 我會不會 你反應越大 他越開心 他越覺得這個人會騙 反而召對方 傳送竹聯戰堂 及多張血腥照片 讓代女相當害怕 對方來電顯示發貨地 甚至為比利時及荷蘭等地 原警戴欣解釋 23歲戴欣女子 總算鬆了口氣 並將對方封鎖 感謝原警的熱心協助 三信五成秉豪林佩萱台中才 也許得充分辨